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网络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技术这门课程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 网络技术等等课程之后的一门 一门后续的课程 这门课程主要研究的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技术 包括一些攻击防范防卧墙的技术等等 今天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络安全基础的一些知识 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要研究网络安全 那么大家都知道 网络或者信息在21世纪已成为最大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平台网络 那么我国的网民的数量 就是我们中国的网民的数量和网络的规模 已经居世界第一 网络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 现在来讲的话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等技术的发展融合 导致安全风险复杂叠加并且快速演化 所以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 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 维护国家的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利益等等 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目前来讲 网络安全已经不只是为了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性了 我们国家在16年11月发布 17年6月1号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目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一部法律 如果说我们有的同学 做了一些违反网络安全法的事情 那就是犯罪 那就是触犯了一定的法律 那就要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制裁 所以说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样一部法律 来更好的来遵守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网络的 这个网络的安全法 那么它跟我们国家的比如说像刑法 或者其他的法律 都具有同等的这样一个效用效率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这个上网 还有手机的一些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遵守这样一个规矩 规定 特别是法律上的一些红线 不能去触碰 那么我们班上之前曾经出现过 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一些事情的 大家应该是有所耳闻目睹的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网络安全呢 已经渗透到国家的这个经济和军事领域 那么之前爆发过一个著名的事件 就是这个勒索病毒 那么这个病毒呢 向全世界一百多国家的数十万用户来发送 那么这个中了这个病毒的电脑或者文件 它就有可能是打不开的 然后呢 必须要去上交相应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比特币或者钱 才会给你解开 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当时正好是 很多大学生这个搞这个毕业论文 那么中了这样一个勒索病毒之后 毕业论文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料 就会被锁定 除非这个攻击者给你解开 你自己是解不开的 那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去 必须要去支付一定的这样一个费用 那么目前来讲呢 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事态呢 是非常严峻的 那么每年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网络安全周 大概在11月 11月底 12月初的这个样子 那么网络安全周呢 主要的就是向普通民众 普通的学生来灌输 网络安全法 一些内容 包括如何在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去防范 防范网络安全当中的一些事件 那么网络安全呢 威胁日益突出 网络安全风险呢 不但的像政治 经济 文化 做网络安全攻击的人 无非就几个目的 要不就是有这个政治目的 那么 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跟其他的国家还不太一样 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 那么政治形态呢 和意识形态呢 可能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所以说这样会导致很多的黑客来进行的攻击 当然我们国家也会有一些红客去攻击别人 这是第一个政治因素 另外呢 最大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就是经济因素 那么网络攻击当中的经济 说白了 就是为了钱 Money Money 有了钱 一切都好办 比如说你种了这样一个勒索病毒之后 有了钱 勒索这个就能给你解开 就能帮你把这个论文 或者资料 或者你的电脑帮你解开 如果没有钱 那对不起 那就解不开了 对吧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文化 社会 生态 国防等等一些 这个因素在里面 那么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样一个 这个形态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电子政务的工程 已经在全国启动 政府的网络 直接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那么现在很多的工机呢 它都是 针对着这个政府 或者 这个 一些企事业单位 比如说某某某某局 某某某某学校 某某某某医院 那么这些 具有比较 这个 这个重大影响力的一些 这个 这个 这个单位 那么18 2018年呢 我们国家呢 进一步完善了 健全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并且完善了 网络安全管理的这样一个 体制机制 并且呢 持续加强了互联网 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个监测和管理 我们要对这样一个网络来经营这个不断的 监测 要构筑一个网民安全上网的环境 特别是在一些党政重要的机关 重要的行业方面 网络安全应急的响应能力呢 不断提升 那么恶意程序感染 网页篡改 网站后门 等等传统的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那么18年呢 全年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病毒 那么这个病毒呢 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 新型冠状病毒呢 它会有这个人传染人 对吧 那么这个病毒也是一样的 是由机器去传染这个机器的 有PC 或者传染服务器 都可以 那么目前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 刚才讲过了这个网络安全法 对吧 网络安全法 那么逐渐的形成了一些 不均的去完善了一些这个体系 规范 保障了法律的一些体系 那么 那么2018年呢 这个大概协调处理的 网络安全事件 10.6万起 其中包括了网页的 仿冒事件 其实是网络安全 恶意程序 网页篡改 网站后门 DDoS的攻击 等等一些事件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 比较 这个或者说 一直以来 自从有这样一个攻击行为以来 就一直是 普遍存在的就是这个 DDoS攻击和DDoS攻击 DDoS攻击就是 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后面我们会 详细的去讲解 这样一个拒绝服务攻击 DDoS攻击呢 就是这个 分布式的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 包括像这个勒索病毒 勒索病毒呢 也在 勒索软件呢 对这个一些重要的行业的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威胁 也在加剧 那么2018年呢 捕获了 勒索软件 近14万个 近14万个 那么特别是一些勒索软件 综合利用 热口令漏洞 Windows的一些这个漏洞 来进行快速的攻击 传播 重要的行业 关键的信息的基础 基础设施呢 逐渐成为这个勒索软件的 这样一个重点的 攻击目标 我刚才讲了 特别是在政府 医疗 教育 等等一些研究机构 那么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 攻击方法上来讲的话 这个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DOS攻击 DDOS攻击 是吧 热口令的攻击 那么 所谓热口令攻击呢 就是 一般的 现在我们的一些 这个用户名 或者密码 特别是密码 我们有的同学 或者普通民众 会设置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些密码 比如说 123456 555666 等等 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你的生日 家里的一些 姓名的一些 手拼音的缩写 等等 那么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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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口令的攻击了 越来越多 那当然 我们是可以主动的来 防范 弱口令攻击的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从内网 去发起了一些攻击 那么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呢 会 这个 会这个 去 后面会给大家去讲 什么是内网 什么是外网 那么 另外一个 网络安全 目前的 形态 云平台 成为了我们这个 发生网络攻击的 这样一个 重灾区 虽然说 国内的这样 就是我们中国啊 主流的云平台 使用了IP地址数量 仅仅占我们 境内 全部IP地址的 7.7% 但是目前呢 云平台已经成为了 网络攻击的 重灾区 云平台 DOS的攻击次数 被植入后门的 网站数量 被篡改 网站数量 均占比超过了 50% 国内主流 云平台上 承载的 恶意程序 总类数量 占境内 互联网上 承载的恶意 程序 总类数量 的53% 也就是说像木马 僵尸等等 这些 那么 从云平台上 发起的攻击 增多 主要是因为 云服务 使用 存在便捷性 可靠性 低成本 高宽带 高性能 等等特性 而且呢 云平台的 云网络流量的 复杂性 能够 有利于 攻击者 隐藏成分 隐藏他的 这个 隐藏他的 这个真实身份 那么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 拒绝服务 攻击的 频次呢 下降 但是 峰值的流量呢 持续的在攀升 持续的在攀升 那么 低DOS攻击呢 也是 最难以防范的 一种网络攻击 手段 那么攻击的 手段和强度呢 不断的更新 并且逐渐形成呢 低DOS 这样一个攻击的 互联网的 黑色产业 普遍用于 行业的 恶意竞争 敲诈 勒索 等等网络犯罪 那么 经过我们 国家对于 低DOS攻击的 这样一个 专项治理 我们的低DOS攻击 呈现了一个 下降的 下降的趋势 下降的趋势 但是 比如说 我们在2018年的 这个12月份 浙江省 某一个 IP地址 遭DOS攻击的 峰值流量 达到了1.27个TB 那么所以说 我们是 DOS攻击的 次数在下降 但是 峰值流量 在持续的攀升 另外 针对工业 控制系统的 定向性攻击 也是在明显的 明显的 这个 趋势也是 更加的明显 特别是我们一些 工业控制的 一些东西 那么最终 它会使 这个工厂 停运 可以去访问 一些后门 切取文件 记录 敲击的 一个件的 一个讯序 等等 那么另外呢 我们的 这个虚假和仿茂 移动应用 争夺 并且成为一个 网络诈骗的 这样一个新渠道 那么 比如说 我们在手机上 特别是 我们同学们 在手机上 会出现一些 这个比如说 网络投资 网络交友 网购 反例 等等 这些新型的 网络诈骗 所以说 在这个网络诈骗的 这个里面呢 我们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无利 不吉兆 就是我们 中国有去 这个 这个古话讲 如果说 没有利益的话 别人是不会 这个找起的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没有 如果没有利益的话 他是不会干 这些事情的 天上 不会掉蟹饼 是吧 天上不会掉蟹饼 那么我们在 这个 一些未知的 一些网络平台上 不能去提交 你的个人的一些 信息 包括 比如说 身份证啊 这个银行账户啊 等等 这些 信息啊 会使我们这个 处于一个 这个 你如果把这些信息提交了 我们会处在一个 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别人会 拿你的这些信息去 做一些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想象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 我们在平常的一些 这个网络 这个 过程当中 对吧 就是网络的 我们这个 使用网络的一些过程当中 要坚决的去 制止 或者坚决 杜绝我们这个 信息的一些 这个采集 特别是 身份证 比如说你们的一些 这个护照的 号码 银行的 账号 个人的一些 这个身份信息 不能把学生 这个信息 暴露给别人 对吧 那么 那么另外呢 我们 最后一个 关键的问题 我们在 数据安全方面 也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数据 我们现在讲 大数据 大数据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会产生 大量的一些 这个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安全 也成为一个 关键的 这样一个 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 听说过 我们中国的 某一个 快捷酒店 2.4亿条 酒店的入住信息 以及 900万条 某网站 用户的数据信息 某某求职网站的 一些 用户的 个人的求职 简历 或者求职信息 那么都被泄露了 那么这些 个人的信息呢 里面包含了大量的 个人的这个 隐私信息 比如说 姓名 地址 银行卡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成员等等 比如我国的这个 网民的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带来的 比较大的 安全隐患 比较大的 安全隐患 那么所以说 我们 国家呢 要针对 这个 这个 上面所说的一些 这些 可能会发生的 这个问题的 这些点 对吧 所以说 那么我们 下面呢 我们的网络安全的 主要的这个 趋势 那么第一个呢 有特殊目的的 针对性更强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 网络安全当中 我们针对于我们 这个学校的 这个网站 以及 启事业单位的 一些网站呢 经常会有一个 一个黑客 每隔三天 他就会贴出一个 这个反共联盟的 这样一个标志 那么至今呢 还没有被抓到 那么一些特殊的 政治目的 或者特殊的 这样一个 经济目的的 这样一个 网络攻击 越来越多 那么另外一个 国家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 那么要 要 加大这样一个 保护 那么第三个呢 个人的信息 和重要的数据的 泄露的危害 那么我们个人的 一些这个 刚才讲的 身份证号 护照号 银行账户 电话号码 等等 这些个人的信息 那么另外呢 像这个 随着这个5G 和IPv6 等等 一些新技术 所带来的 这个安全问题 更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知道 这些新技术 它都会 都会带来一些 这个新的 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下面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这是我们 国家互联网 应急中心 所发布的 这个 网站的篡改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 这个字体比较小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 CAM 就是我们的公司 它的网站 所被篡改的 这样一个比例 ORG NET 等等 那么我国的 计算机犯罪的 增长速度呢 超过了 传统的犯罪 那么这是按照 我们2015年 当然这个2015年 比较老了 信息安全漏洞 态势报告的显示 那么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网络空间 网络 国家网络空间 安全战略 安全战略 那么后面呢 我们上升到 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 没有 这里面有一句话 没有网络安全 就没有 国家安全 所以现在 不仅仅是这个 这个领土 不受这个 侵略 这个网络上面的 这个空间 领域 也不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词 叫网络空间 那么关于这个课程的 相关的这个注意的思想 那么我们学习这样一个课程呢 不是为了去成为一个黑客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会 介绍一些这个网络攻击的方法 方案 以及这个 我们有一块比较大的实讯的内容 就是这个防火墙 那么我们会介绍 比如像计算机啊 计算机病毒的 木马呀 常见的一些网络攻击的一些 这个方法呀 手段啊 那么这是一些工具的网站 技术的网站 当然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国家的互联网 以及中心 对吧 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强调一下啊 就是在中国呢 这个翻墙啊 理论上来讲 是不被允许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啊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 做违法的事情 不要去翻墙啊 另外我们这个课程呢 开15周 每周的四个学识啊 共计四个学分啊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参考书啊 另外一些参考书呢 比如说网络安全啊 武汉大学出版的 网络渗透测试 电子工业出版社啊 黑客的工房演练 实战的网络安全啊 黑客的工房的实战入门啊 信息安全实验以及实践 网络安全与管理等等啊 主要的内容啊 第一个网络安全的基础啊 网络安全的这个攻击与防范啊 拒绝服务和数据库的安全 计算机病毒与木码 安全的防护与入侵的检测 加密啊 这里面我们特担了一个加密技术啊 加密与虚拟的专用网啊 斯科防火墙 那么我们会介绍一部分 斯科的防火墙啊 另外我们还有介绍一部分 比如说华为防火墙啊 或者这个像我们30网科 或者神州数码的一些防火墙啊 那么无线局网的安全啊 学习的目标第一个 了解常见的网络攻击的方法啊 那么我们要了解我们常见的啊 黑客的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找别人的这个用户名啊 怎么去破解别人的网站的密码呀 第二个了解网络的安全状况 以及相应的这个防护的方法 第三个熟知网络安全管理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那么我们了解了相应的网络攻击态势和攻击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学会利用相关的设备或者策略 来进行一个这个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个管理 对吧 那么我们简单来讲就是防啊 就是防守 所以说我们这个网络安全啊 网络的这个攻防啊 就体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网络要有攻啊 也有防 对吧 那么另外呢 要了解啊 网络安全的啊 高端的一些技术啊 网络安全的概念啊 第一个体系的概述啊 第二个安全服务 第三个安全机制 第四个安全标准 第五个安全目标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安全体系的概述啊 那么国际化标准组织呢 给出了我们这样一个 RSOSI参考模型的安全体系结构 在OSI参考模型中 增设了安全服务 安全机制和安全管理啊 并且给这个OSI网络模型 网络层次安全服务啊 给出了这个网络层次 安全服务啊 和这个安全机制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啊 旋环的啊 有反馈的啊 比如说我们网络层次 可以到这个安全机制啊 安全机制可以到安全服务啊 可以为安全服务来提供一个 这个提供一个帮助 那么安全体系呢 这里面我们定义了五大类 安全的服务啊 安全的服务 那么在OSI 我们这里有一个三维模型 对吧 这里有一个三维模型 包括啊 OSI模型啊 那么这里面有应用层 表示层 绘画层 传输层 网络层啊 那么有安全机制 那么这里面我们有身份验证 网络的访问控制 数据的完整性 数据的保密性 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有安全的服务啊 那么这里安全服务呢 我们针对通信平台 啊 系统平台 应用平台 等等 那么我们 对于我们整个网络安全的体系来讲的话 啊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分析 安全的现状啊 了解我们网络中所存在的 安全的风险啊 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安全威胁 啊 那么根据具体的安全风险呢 我们去提出相应的安全的需求啊 啊 根据安全的需求 我们去啊 确定啊 怎样一个安全的体系啊 了解到这样一个安全体系之后 我们要参照 确定的安全体系啊 来决定啊 需要付出多大的安全代价来实现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啊 采用一些这个啊 针对于我们 比如说针对于这个弱口的密码 对吧 我们可以去要求我们在整个网络当中的用户去加强一个密码的设置啊 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字母啊 大小写的字母加特殊字符加数字这样的一个混合的方式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针对我们啊 内网的一些攻击啊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这个防火墙啊 针对一些入侵检测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入侵检测入侵的这样一个呃 检测与防御的啊设备啊 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啊 增加一个防病毒的这样一个设备专门来啊 控制或者制止啊 别人的这个病毒 对吧 啊 或者来清除病毒 防病毒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添加比如说防诈骗的这样一些设备啊 安全的服务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比如说鉴别服务啊 第一个鉴别服务就是提供一个身份的验证来保证信息的可靠性 我们知道在我们在登陆某一个网站啊 或者某一个信息系统啊 都需要我们采用 都需要我们使用相应的这个这个用户名或者密码啊 也就是提供的这样一个鉴别服务啊 保证信息的这个可靠性啊 那么第二个叫访问控制啊 访问控制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确定啊 一个用户或者服务 他可能会用到什么样的系统资源啊 一旦某个用户通过认证 那么操作系统上 访问控制服务来确定用户将会做些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用户在通过了我们的认证之后啊 他可以去做什么啊 不能做什么 都在我们这个访问控制里面啊 第三个数据的保密性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要啊 这个保证我们数据的这样一个啊 不被窃听啊 不被不被不被窃走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包括一些物理的加密啊 这个防窃听啊 防辐射啊 信息的加密啊等等 那么第四个呢 数据完整性 那么这里面我这个服务呢 我们要通过啊 检查或者维护信息的一致性 来防止一些主动的 威胁啊 主动的威胁啊 要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那么最后一个呢 叫抗抵赖性 也就是不可否定性啊 那么 这个里面是防止啊 我们 通信的双方啊 进行抵赖 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人啊 某一个同学给某一个同学啊 发了一封email或者一些数据啊 那么这些数据啊 你是不能抵赖的啊 你是不能来否认的啊 你发了 那就是发了 你在网络上啊 是有记录的啊 那么 最后一个这个抗抵赖性服务 不可否定法 就是不可否定性 那么就是用在这样一个啊 就是用在这样一个方面的啊 不可以去抵赖你在网络上所做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我们同学们在上网的时候啊 就需要注意啊 你的这个一些行为是受到管理和控制的啊 你不能说我上了网 我事后我不承认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下面安全的机制 那么这里面安全机制呢 安全机制是一种技术啊 一些软件 或者实施一个或者更多安全服务的过程 那么IOS呢 把机制分为特殊的和普通的 那么这里面有啊 特殊安全机制和普通的安全机制 那么安全服务 证明性数据的完整性 以及不可否认性 但是在实施每种服务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不同的加密技术啊 那么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加密的话 我们这个加密分为这个对称加密和这个非对称加密 那么我们所用的密钥啊 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现在 这个现象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锁 是吧 以前我们都是啊 一把钥匙啊 或者几把钥匙配一把锁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采用的都是像指纹锁 对吧 或者密码锁啊 等等 那么所谓这个指纹锁和密码锁 其实就是啊 进行了下印的这样一个加密 那么一般的这个安全机制呢 那么这里面我们分为啊 这个身份的验证啊 我们要看一下啊 是否你这个人是否有这个 有这个啊 身份身份的这样一个验证啊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安全的认证 以及这个动态的授权啊 那么安全认证啊 也就是我们的访问控制了 那么所以说一般的安全机制呢 它会列出啊 同时实施一个或者多个安全服务的 这样一个执行的过程啊 那么说一说我们的安全服务 依赖于安全机制的支持啊 RSO安全体系结构提出了八种 基本的安全机制啊 将一个或者多个安全机制 配置在适当的层次上 以实现安全服务 那么这里面我们包括 加密机制啊 数字签名机制啊 访问控制机制啊 数据完整性机制啊 认证机制 通信业务填充机制啊 路由选择机制 以及公正机制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安全标准啊 那么第一块内容呢 是OSI安全体系的安全标准技术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可信计算机评估的标准啊 TCSEC 那么这个可信计算机评估呢 那么它是美国军方的啊 对于这个计算机安全方面的一个 这个认证或者这个评估啊 评估 那么之前呢 是用在这个美国啊 军方的这样一个评价 那么后来呢 也是向民用开始 这个领域开始实施啊 开始是分为四个等级啊 七个 级别 那么四个等级多少 就是ABCD 那么每一个ABCD下面呢 又分为 又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计算机来 进行了一个评价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国计算机安全 就是我们中国安全计算机安全 等级的划分与相关的标准啊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等级保护啊 对于我们网络的这样一个 等级保护的这样一个啊 需求啊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方案 对吧 那么这个TCSEC呢 这样一个可信计算机评估标准呢 在这个 那么在欧洲啊 美国现在都是啊 可以都在使用的啊 那么这个里面 TCSEC安全等级分为ABCD啊 那么最低D 低级保护啊 那么D呢 是没有安全保护了 这里面包括像DOS啊 Win98 Windows98 那么C呢 分为CECR CE呢 是自主安全保护啊 自主安全保护啊 那么自主安全保护呢 是有选择的安全保护 用户对程序和信息啊 有什么样的访问权限 比如说早期的这个 这个Linux啊 Linux C2呢 是访问控制保护 能实现受控安全保护 个人账户管理 审计资源隔离等等 那么这里面包括 像Linux WinOS的一些 这个2003 那么B呢 分为B1 B2 B3 B1是标签安全保护 强制全取控制啊 那么强制全取控制 支持多级安全 这样一个第一个级别 那么可以看到 D啊 级别最低 A呢 级别最高 对吧 那么B2叫结构保护 B3叫安全区域 结构保护呢 要求计算机中 所有的对象都要加标签啊 并且给设备分配 分配单个 或者多个安全级别 B3呢 是这个安全区域啊 群取控制 跟踪啊 审计跟踪能力强啊 能够支持安全管理高的啊 抗渗透能力的啊 渗透 抗渗透能力比较高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能力啊 A呢 是设计验证 是我们在TCSEC安全等级当中 级别最高的啊 包括了一个严格的设计 控制啊 验证的过程 这是啊 美国或者和欧洲啊 美国和欧洲啊 所使用的这样一个等级标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国的这个安全等级的标准啊 我们分为五级啊 第一级 用户自主保护 第二级 系统审计保护 第三级 安全标志保护 第四级 结构化保护 第五级 访问验证保护 那么由公安部制定的啊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啊 发布的这样一个标准啊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等保2.0了啊 那么我们去年发布了等保的2.0 等保的2.0的标准啊 更加的严格啊 特别是对于我们啊 那么我们学校呢 有几个二级系统啊 那么有两个三级系统 包括我们的这个 就是里面吃饭的这样一个一卡通啊 就是我们的三级保护系统 那么到了四级和五级保护系统 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军事相关的这样一个 这个保护啊 那么等保2.0呢 执行呢 是从去年开始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 更加的严格 更加的严格 安全的目标 那么我们制定这些安全的这个 不管是体系也好 服务制度也好 是吧 那么我们最终是为了实现一个安全的目标啊 安全的服务 包括网络安全的咨询 网络安全培训 网络安全的检测 网络安全管理 以及相应的应急服务 保断网络安全的基本目标啊 有几个能力 安全保护能力 隐患发现能力 应急反应能力 信息对抗能力 那么下面我们 再来 简单的再来看一下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个 这个特征和基础 对吧 特征和基础 那么网络安全的定义啊 网络安全 安全的定义 本来安全的定义是一种能够识别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能力 那么安全呢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对吧 我们安全呢 不可能一处而就 一日一天就能解决 对吧 它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 网络安全呢 是一门涉及 计算机科学 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 密码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数学 速论 信息论 等多种学科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 科学 网络安全 所以说我们这个网络安全呢 它是基于很多个学科的 多个学科的 没有这些学科作为基础的话 这个网络安全是没有办法去 实现的 后面后面我们在 这个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啊 那么国际化标准组织呢 定义了这个安全 就是最小化资产和资源的漏洞 那么这里面安全技术 安全的管理 安全的工程 安全的技术 包括这个业务安全 网络安全 主机安全等等 安全的管理 包括资产 人员 平台 网络安全的工程 那么网络安全呢 是指 我们 网络系统中的硬件 软件 以及系统中的数据 要受到保护 不受偶然的 或者恶意的原因 而遭到破坏 更改 泄露 系统连续 可靠正常的运行 网络服务不中断 所以最终我们要达到的 这样一个目的呢 就是网络服务不中断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 看一下这样一个 概念 它是指我们的硬件 软件 以及 系统中的数据 要受到保护 所以说我们这个里面 就涉及到很多的内容 不受偶然的 或者恶意的原因 而遭到破坏 更改 泄露 连续 系统连续可靠 正常的运行 网络服务不中断 最终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 系统连续可靠 正常的运行 网络服务不中断 这样一个 那么网络安全的特征 网络安全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网络的实体安全 软件安全 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管理 网络实体安全 主要的是 这个计算机的 网络计算机硬件 传输线路安全 网络 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 设备 网络的 网线 光纤等等安全 软件安全 主要的就是 我们的软件 不被非法的更改 篡改 不受病毒侵害 等等 那么数据安全 就是我们的 保护数据 不被非法的全取 确保我们刚才所讲的 数据的完整性 一致性 机密性 等等 那么安全管理 就是运行时的 突发的事件的 安全处理 包括 计算机安全技术 建立安全制度 进行风险分析 等等 从特征上来看 我们网络安全 主要包括 五个基本的要素 机密性 完整性 可用性 可控性 可审查性 那么机密性呢 就是我们这个信息 不泄露给 非授权的这样一个 就是你没有权 是不能够 查看这样一个信息的 完整性 我们的这个 在传输过程当中 数据不被更改 可用性 那么我们得到 授权的这样的实体 可以获得服务 那么攻击者呢 不能占用所有的资源 而阻碍授权者的工作 可控性 对信息的传播内容呢 具有控制能力 可审查性 对于出现的安全问题呢 提供 调查的依据和手段 那么网络安全的模型呢 我们就下节课 再讲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解了 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 特别是网络安全法 以及我们同学们 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所碰到的这个网络安全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希望大家呢 在下一节课 能够把我讲的内容 再看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 再进行一下讨论 把这个作业 你的作业做一下